我问一句啊 兄弟 你父母跟那个 叔叔阿姨家 多少年的交道 应该是有五六年吧 我这个不大清楚 才五六年 你也不清楚是吧 也就是说 你打小的时候 也没见过这妹妹 对 没有 你第一次见这妹妹 是在什么时候啊 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吧 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我家里吃饭吧 你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妹妹 对 然后他妈妈就给你打电话 说那个女孩是他的女朋友 是这意思吗 对 你去过他家吗 去过一次 但是他妈就不太喜欢我 因为他之前 就是他办的那点事 让他妈对我印象特别不好 他办的什么事 让他妈对你印象 他妈想让他去留学 然后就是考试嘛 考雅思 然后他不想去 想跟他那些狐朋狗友出去玩 就跟他妈说 说是我一筐 然后三上吊 非要让他带我去 就不去就跟他分手 就让他妈觉得 我这女孩特别作 特别矫情 然后所以他妈给他 找了相亲对象 让他俩在一起 就我学雅思那段时间 就每天我父母就 逼我在家里待着 我是那种待不住的人 我朋友都知道 然后我朋友就 去北京 就是叫我一起去 然后我是跟我父母 就没有什么理由嘛 我就只能说他了 那你就没考虑过 你跟你妈这样说 那你妈怎么想我呀 你肯定还是没有考虑过 我们俩的以后 你要考虑就不可能 让你妈这样 那 我问问啊 就是你现在跟你那个妹妹的往来 就仅限于微信里 还是生活里也见面啊 微信里生活就是偶尔见 是偶尔吗 你俩都出去玩了 都出去吃饭 不是什么出去玩 什么出去吃饭 我拿他手机 就是看他俩聊天记录的时候 看见那女孩的朋友圈了 然后那个 我就因为现在女孩 都比较爱用微博 我就偷偷地记下来 他的微博号嘛 就想看看他俩到底有没有出去 就真的就让我逮着了 就他俩就出去吃饭 那女孩发的照片 就特别亲密 又勾肩又搭背的 那是干嘛那样 那你就没考虑过我嘛 那你总是这么 说的是太严重 我根本就没有勾肩搭背的 但是我就是和朋友去吃个饭 我就是觉得他是朋友啊 你去吃饭 你去的是什么地儿啊 是我俩过一周年的餐厅 我感觉那餐厅 对我俩是有意义的 还有新理由 我就不可能带别的女孩去 你既然说的 就是过一周年的餐厅 就是因为我觉得那里好啊 再说那个餐厅离我家又近 我觉得环境也好 那你背着我去 带别的女孩出去饭 你特别有礼吧 那我以后不带了呗 我问问啊 那是妹妹是吧 对 怎么不见嫂子呢 你得带她见嫂子呀 跟嫂子一起吃饭呀 哦 我跟她说过 我跟她说过我有女朋友 哦 她还知道你有女朋友 对 我跟她说过 还去跟你吃饭 那她对你是个什么感情呢 就是哥哥 对对对 那她有男朋友吗 她没有 这个除了吃饭 你还发现他们干嘛了 所以现在就 之前是偷偷地背着我 带人家去吃饭 现在就明目展览告诉我 他们要去旅游 哇 中文字幕——YK